今天是8月14日空軍節 中部資訊展主辦單位 請來了當紅的軍中情人劉湘慈 劉湘慈以魔鬼士官長的造型 和現場民眾進行單兵基本教練比賽 一早就吸引了滿滿的粉絲在現場等候 我在裡面最常罵一句話就是 有沒有吃飯啊 你們有沒有吃飯 劉湘慈一到現場就和民眾有熱烈的互動 在進行基本訓練時 更是笑聲連連 趣味恆生 那你們看到前面那個大樹 是盤子好嘴 沒有嗎 我覺得他有話想跟你說耶 你去 真的假的 說到自己現在大受歡迎劉湘慈認為 很難得會在軍中看到女兵 因為以前的軍教片比較少看到女生 可能都是福利社的這樣子 所以真的看到一個女孩子穿軍服出來 所以他們會覺得很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是運動的感覺 現在的女孩子 如果多一些健康的話 其實還蠻好的 熱情的粉絲們也分享了對她的感受 因為她很漂亮 而且很健康很有活力 因為我覺得她很Man 而且在演戲方面很認真 而且演得很像 簽名照已經簽完了 粉絲仍然意猶未盡 手機 衣服 手提袋紛紛出籠要求加簽 劉湘慈看到粉絲的熱情 就算再忙再累也開心回應 新唐人亞太電視秋天喜盼佳麟 台灣台中採訪報導 中文字幕惺